公里一过了阳门说不断 内侧车道聚报有刹事车与乡行车发生对障事故 国道二队远景也已经赶往现场了解 至于在国道C号比人高沿线的行车状况 目前都是一路盛畅的 在省道局势车路况方面提醒您 目前在台北县林口乡的青山路往泰山的方向 在向坡路段先前在外侧车道一辆自用车翻车 请您在夜晚经过这路段时 提前放满您的车速小心驾驶通过 而另外在台九县的苏华公路 114.8公里东奥路段 还有在指标38.6公里的平民路段 目前都有乐视占用部分车道 也请您在夜晚经过时特别当心 高时期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工作有点疯狂 明天也为是这么忙 可是我现在非常愉快 这是我最爱的金光 你现在所说天使警察广播电台音乐爆炸节目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是陈大哥 要跟我们谈一谈人生要怎么样过得比较快乐 那现在现场有一位陈先生 还同样姓陈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请说 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平常我们假使 有困境能不能跟这位陈大哥联络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目前服务在旅游业 那结果我们的 我们当然有那个类似同业公会这种组织 那本来这种公会好像是类似 出来是为同业做事情的 好像久而久之几十年来都变成说 搞政治舞台那种味道比较重 比如说帮同业解决问题 这样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在其位置的 那我会觉得参加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不晓得陈大哥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当然 就是说我从您这边学到说 我今天能够听到您演讲 但是我也我也很难过说 我剩下364天都听不到 因为您毕竟上了一天的节目 因为我从得到以后 我就想到说我得不到的部分 还有一大堆 那希望能够以后能够多得到 因为您是我从研究所毕业十几年以来 听到那么多人演讲 最具有高智慧的人 陈先生很客气 谢谢你 那待会陈先生我会 我节目上不做广告 但我会给你私下留下方法 好不好 那你先把你的问题 你是说很多工会的问题 后来本来是要帮助参加工会 那到最后好像变成在搞政治斗争 变成说是个人的一种舞台 或者甚至是拿来拿来作为 不是真的在为了说 对 那 好像是变成舞台 陈大哥有什么看法 我想我把刚才的东西 跟这位先生所问的 我们可以一直延续下来再说 就是因为社会在整个在整个利益化的过程里头 那很多专家发明很多专有名词在切割过程里头 那其实比如说工人本来是个弱势族群 或者原住民或者什么 那有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这个做个题目 利用这个作为一个题目 然后去发明一些专有名词或什么之类的 就把他们区隔出来 可能就会对这些弱势族群 然后他们又把他商品化 把他翻真字化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又会造成所谓的二次伤害 对这些的人来讲 那就好像 就好像比如说耶稣其实他在讲的是一个 人的生命的自由的东西 事实上在一个公立社会里面 很多人被很多专有名词吓死 就吓死掉了 因为你不懂嘛 讲这些话你就听不懂 听不懂我是专家嘛 你就完了嘛 你听得懂 那在这里面我们长期这种自卑里面 然后耶稣就把很简单的告诉人类 每一个人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生命都一样被尊重的 每一个人都是被爱的 在这种被爱的自由里面 人可以选择他的责任 然后散发他生命的尊贵 因着有责任而他能够尊严 有尊严的活下来这样子 那所以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每一个文明 被建立起来的底下 都有一些枯骨 你知道听懂我意思吗 那这些枯骨被排挤掉的这些的 就是说 譬如说 譬如说我这样讲不到对不对 原谅我不是讲政治 譬如说国民党底下 他的国民党文明底下 他就有228嘛 对不对 那共产党的底下他就有64嘛 对不对 他都有这种 因为他要讲他是对的 就有很多人被否定掉了 那事实上他的所谓的对子 是他看到的嘛 所以你譬如说在禅宗精神里面的话 他不立文见之 他明心见信 以心传心 有没有 就是说你看到你要说你没看到嘛 你看到的是第一步 但是你能够在看到以后 说没看到才是厉害嘛 那很多人看到以后 就把它看到了 当成它的利益范围了 然后发明一些专有名称 就拢出自己的利益范围 然后就失去生命的创造力 跟从内运可以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了 那最后当然生命因为没有创造力 就苦闷了嘛 那所以当然 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要注意到就是说 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加入这一类的组织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它是一个必须存在的恶啦 所以你要保持 像耶稣讲 他说你要灵巧上蛇行良像鸽 就是说你内在要寻良如鸽子一样 但是你外面要灵巧如蛇一样 对所以你一面要顾到现实 一面要顾到理想 譬如说我们的生命的理想在加成型 在学校里面我们学会现实的厮杀的技巧 但进入社会我们要学习平衡 又现实又理想 这样我们才走得出路啦 要不然就会变成偏激 或者要变 要不然就是变成这种攀岩夫婿 有没有 变成跟着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跟着就是跟人家走了 就是生命就没有一种独特性 没有你生命的尊严在里头了 所以这个是我大概 我很谢谢你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都很愿意教你这个朋友 就说对我们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聊一聊 因为在这上面台上 也没有办法聊太多了 大概就这样子 因为我想说这个陈牧师 或者陈大哥在主持的这个基金会 或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 主要是针对社会工作的一个单位 那所以我想 因为我们也不是为了打广告 或者说有任何的利益 所以现在就请直接请这个 是不是陈大哥告诉我们 所有全省听众朋友 如果他们心灵上 或者说在生活上有任何问题 要怎么跟你取得联络 怎么样直接得到你的支持跟鼓励 你有没有邮政信箱 或是办公室的号码 电话吗 对电话号码或是 那电话号码 但是要 会有多少人打去 然后会不会有sorrow 我就不晓得 我的邮政信箱是 新庄邮政53号 新庄邮政53号 诶 陈先生你有听到吗 有 新庄53号最甜 对对 新庄邮政53号 那假如说可以联络我们 就有联络 会跟你回信或者是一些 好不好 假如有需要我帮忙的 新庄邮政信箱53号 是是是 就两个字而已 53 53对对对 没有什么知局负籍号 没有没有没有 就53 好好好 然后新庄邮政53号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今天来不及问的 还是可以跟陈牧师联络 然后他会非常乐意跟你取得联系 我的名字叫陈公亮 不要忘了 对 耳中陈 然后光平的光亮 光的亮 陈公亮大哥 在我们当中 好那陈先生我们先把机会让给别人 好不好 谢谢你拜拜 拜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 有几个路况 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到182公里 中港的路段现在车多 然后在北上131到123公里过了苗栗交流 道到头屋的路段现在也是车多的 北上105公里到100公里 清竹系统现在车多 南下83公里 湖口交流道的地方有事故 但是这个拖掉车已经到了现场处理中了 所以不用担心 虽然有点回回堵的现场 080000123 欢迎你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 我们再接一个电话 这个空音电话大概从来没有那么多过这个大家到底是生活过了多么不容易呢 有一位 我忘了是陈小姐是不是 来你好 喂 你是陈小姐吗 对 你好请把你的问题 陈大哥好 请说 请说 喂 你说 喂 我们听到了 听到了 是 现在是这样子 我婚姻上出现了第三者 就是我先生有外遇 然后现在呢 就是我先生是愿意回到我身边 但是因为对方女孩子 他采取的手段非常的激烈 就是如果没有我先生他就要去自杀 是 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法就是说 先暂时一起生活 然后希望他能慢慢的找出自己一条路来 那我不晓得这样子做是对还是错 OK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只有你了 可能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个问题都是属于蛮严重的 而且蛮普遍的 那第一个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可能我们要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种田上班下班就是在田里面 回来看到就只有一个女人 现在的男人会看到很多花花绿绿的女人有没有 所以可能诱惑性就很大 那这类的问题可能就会发生 我想我对你做几个建议好不好 第一个建议 这是纯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想建议你先训练自己的独立性 独立性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去黏的 黏她的女人 你有你自己的独立思考 你有你的方向有没有 我这样说个故事好不好 就是说比如说一只有一天你在那边看着蓝天 然后有一只鸟飞过来停在你的手上很漂亮 那你不要把这只鸟抓起来关在笼子里面 然后以后就变成看鸟跟笼子就失去了蓝天 那你就是比如说这个男人进入你的生命中有没有 你把它当作是上天给你的礼物 你亲亲他以后让他再飞去有没有 让他保有他的一份 但是你在那里你看到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 你要保持你的那个独立的那种 继续有期待有仰望有成长 让你自己保持那种成长跟独立性 假如你这个时候你绑在一起 很明显的这样子三人行会很痛苦的 你到后来你睡不着 你各样东西都会出状况的 那我是不是要放弃呢 在目前情况假如他割舍不下有没有 他假如放不了的话 我想他必须在两个中间选择一个 这个他也知道啊 那他现在选择是我 但是就是那个女孩子不放手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先重要的 重要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是你要先保护你自己 保护你自己的方法你要先独立 独立就是你要保持开放跟成长 你的生命自己要开放跟成长 你要多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活动 或者一些成长团体 或者是一些做一些义工 志工有没有 把自己从一种小爱里面走出来 走到大爱的里面 好那我常常跟他们讲 我说生来是兄弟的不一定是兄弟 必须觉悟是兄弟才是兄弟 人有两个生命啊 一个生命从父母生的 另外一个生命是透过自己在痛苦中觉悟的 那你必须在这个里面有没有 感受到自己的那个独立的生命体 那你能够从自私的小爱跳出来 然后你开始重新学习成长 我想这样你才会有机会能够打赢这场仗 那第二个东西就是你可能就慢慢的 你假如你还爱他 你对他还有感觉有没有 那你可能给他机会 让他有一段时间去选择 对 那假如说你对他你已经也没有感觉了 你也没有办法没感觉了有没有 那我想也不用勉强 你也不用强抓着他 那也没有用抓到他人抓不到他心 你就让他能够 但是不要恨他 也帮助他去建立他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就需要寻找你自己的生活 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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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都出来交交朋友 然后在各方面有没有 慢慢建立你自己的独立性 比较冷静的去看 一定不要变成去恨啊 去砸啦 去到后来带来双方面的伤害 我想大家现在在社会上很理智有没有 你可以很冷静的去处理这个好不好 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多元性的 好 请问一下陈大哥可不可以 就你的情况 我想去哪个人的联络 好我跟你讲 这个陈小姐 陈大哥的联络方法 是你可以写信到新庄邮政53号信箱好不好 他会尽快跟你联络 陈小姐已经断信了 我想刚才这个声音应该是在路上用大哥大打的 对大概是听不太清楚 我想他心里大概是有很多的难处跟苦难 所以才会用这个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还用大哥大特别打进来 然后讲那么久 可能回去要付很多的电话费 没有 如果不开一点玩笑话 人家觉得今天转错台了 音乐报道好像不是那么严肃 但是刚才陈牧师在讲的时候 我几乎都快要流下泪 我真的觉得 这个生命真的是有两种 每个人都要从痛苦中去觉悟 所以这位陈小姐非常窃盼你 也非常窃盼所有有想要跟陈牧师进一步的联络的朋友 请你写信到新庄邮政53号信箱 新庄邮政53号信箱 写给陈牧师收或陈大哥收 成功量 儿中成功评的功量是亮光的量 成功量先生收成功量老师收都可以 然后他会尽快的跟您联络 然后能够跟您不管是见面或是当这个电话坛都可以 好不好 那我们再把机会让给别人 我们来听一下音乐 记得0800-0123等你的路况消息 然后我们再接电话 今天工作有点疯狂 明天也为是这么忙 可是我现在非常愉快 这是我最爱的金光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则路况消息在台北线领口香青山路 青山路往泰山方向的那个自用车翻车的事故 现在已经排除了 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 已经排除了 那么再来就是在屏东县的内浦乡德美路 有一辆机车车号是WQM226 WQM226的机车 在屏东县内浦乡德美路失窃了 所以如果它是白色的 那个49cc的光阳 1994年份的机车 如果有朋友看到这个车号的话 就可以通知这个当地的警察处理 在郭道一号南下58公里 中立站被道的外侧 有自用车发生事故 不过不用担心 现在已经前往处理了 线上有一位刘先生 要跟我们问问问题 来刘先生你好 你好 请说 陈牧师你好 你好 我想现在刚刚听到 你们所谈的这些问题 我心理上有两件 两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在圣经上 好像经常有听到说 你打门就跟你开 我好像没记得 我听得懂吗 台语听得懂 扣门就开门 可是经常好像说 碰到说 其实都没有 都好像都 等尼西亚的时候 你一直在求主 结果好像都是 没有效果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好像基督教里面 有很多派系 很多中派 中派好像都 包容性不太大 好像都好像排斥 这两个问题 请教一下 第一个关于 声音上写说 扣门给你开门 球就必得着 但是好像球也没有得着 扣门也没开门 是不是 那我想这个东西 应该讲 因为你知道一个东西 会产生 譬如说今天你会打电话进来 因为有一种供需上的 一种互相 互相性 比如你有需要 我可以提供 有没有 那就这个问题是出在 常常很多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真正的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真正的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比如说假如 一个小孩子跟爸爸 他很希望有一个 500cc的摩托车 对不对 那喂 喂 对不起 他好像已经断线了 刘先生断线了 不过我想 还是请这个 我继续讲 就说 就说你可能 你要的东西 不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 简单的讲 很多人跟上帝 要东要西 可能不一定对你 真正有帮助的 那可能你要了以后 你得了以后 说不定你会完蛋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这方面 会有一点出路 对 那只要上帝给你的话 说不定会害你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东西 是时候可能没有到 可能上帝 期盼的是我们成长 那可能我们期盼的 可能是希望 最好不要付代价 最好就是 不要跌倒 最好不要受伤 吃碎 吃碎 然后就会长肌肉 最好是这样 但不可能 你一定要流汗 一定要训练 才长肌肉 那第二个问题 他刚才讲到 这个基督教的 宗派性的问题 我想这个东西 还是一个necessary evil 必须存在的恶 就像政府 它必须存在一样 有没有 那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 道可道非常道 你就说 你真理是讲不出来的 讲出来就不会是真理 但是你不讲又不行 人生就有这种矛盾 所以你必须讲了以后 当做什么都没有讲 我的意思是说 中派就让它存在 但是你不要care就好了 对不对 那它只是一个门 一个法门 让你能够进去 你可以寻找 但是将来假如回到永恒里面 到天堂的话 我想也不是用中派来分的 这是人的生命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 好像我们讲说 是一个形 有形式的东西 是来帮助你引进来 但事实上到最后 是希望把你引到 无形里面去了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就还是容许它存在 就像政府也是一样 政府本身 你缴钱给政府 让政府请警察来管你 这不是很矛盾吗 然后你把你自己 你是一个权力是人民的 但人民把权力 交给大友人的政府 可是整天又担心它无能 不是真的很矛盾吗 你听得懂 但它没有存在又不行 你跟一个女孩说 我爱你 可是你是一讲爱就打折扣 但你不讲又不行 所以只好讲了当没讲 你听得懂 那人生就有这种矛盾 在那个里头 所以中派性 也是有点这种味道在里面 所以就容许它存在 没有关系 但不要care它 但你要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在于你生命的东西 我们赶快再接一个电话 电话在很热热 在接电话之前 我先说一下 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 往北的方向 跟金门路的交叉路口 有计程车撞到了内侧分隔岛 现在这个下雨下的 好像路况不太清楚 所以请驾驶朋友 尽量的小心的驾驶 好不好 080-000-123 等待你的路况消息 0223-756567 我们call in电话 0223-756567 欢迎全省的听众 打电话进来问一下 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接电话 听一下歌曲 来世依靠主的力才能够尝试 都是我的良好 都是我的拯救 是我生命的爆炸 我害怕谁的 我开开不怕 在头天笑 勇敢又胸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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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线上有这个中立的小军 精广的忠实听众来跟我们问一下问题 来小军你好 对基大哥好 陈牧师好 你好 陈牧师我想请问就是在我同学当中 有一个是同性恋啊 是 然后他喜欢我们的那个体育老师啊 可是因为我们是女校嘛 所以有时候就不晓得该如何去接纳 他不晓得该如何去跟他相处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反而会变成那种相处方式很不自然 你说是女生同性恋爱上体育老师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那体育老师男的 女的 也是女的 对 OK 所以他爱上了女的体育老师以后 你们同学对他就觉得怪怪的 对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会觉得很不自然 然后不知道如何接纳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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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在这里说啊 那个当然也趁机呼吁啊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被 就是 重点是他是一个人啊 那我不能够假如说 譬如说我不能够接纳同性恋这个行为 但是我必须接纳同性恋这个人 嗯嗯 好吧把这个先分清楚 OK 就说他他这个 好你这个同学 他有同性恋的倾向 嗯 那同性恋是三个字对不对 对 但是背后可能有一千万种 可能有一千种一万种的理由 原因造成他同性恋 那你假如 假如只是用一个三个字的一个社会名词 来把它区隔出来 把它当成是异类 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嗯 因为他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需要进一步去了解他 爱他去关心他有没有 那第二个东西就是说对于这样子一个行为 我们觉得他是会入迷 会出一些状况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假如你们对他有足够的关怀 给他一个生存空间 对他一个接纳的话 那说不定过了一个阶段 他的行为会转过来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假如你们把它孤立起来 把它孤立起来 那我想他的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到后来无法自拔 那样子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平常心来看他 就好像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人 他是一个残障的 然后残障的也是一个人 他也得生活 他有呼吸的权利 也有工作的权利 也有被接纳被爱的权利 好不好 那你对这样一个同学 你对他还是爱 还是关心 还是肯定 有没有 还是跟他一样的沟通 那样子 那有时候知道他这东西 他一下子改不掉 因为有时候 譬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压力太大的时候 以前譬如说小的时候 妈妈常常叫我们做东做西 我们受不了 就躲到防空洞 那就产生所谓防空洞文化 那这个社会里面 实际上到处都有这种 所谓防空洞文化 就让我们可以躲一躲的地方 那同性恋跟吸毒 或这类都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可是久了以后 他就会变成 久了以后 他就会变成上瘾 好 那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帮他出来呢 就是你必须用另类的眼光 另类的眼光来看他 你必须相信 他是好的 你必须相信他的生命 虽然有外面很多的残障 畸形 但他最深处的里面 他还是一个良善的生命 是上帝所造 你肯定他 你帮助他那样子 然后让他再能够有一个舞台 跟空间 可以慢慢地再去适应 所以第一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很现实 第二世界是虚直的 你必须创造一个信心的第三世界 把你的同学能够带到那个世界里面 他才有机会再回到现实的世界 要不然他可能就从此以后就失去他了 不是你们失去他 这个社会可能也失去他了 听得懂吗 这种行为还是有办法改变的 有办法改的 我们带过很多他能够改的 对对对 他不是一个不是癌症 我知道他只是刚开始知道 你知道男中有女 女中有男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阳本一体 比如你看到男孩 你都很喜欢男孩 因为你里面也有男性的东西 是一种共鸣的 所以有时候在这种东西 稍微很微妙的 稍微一不对的时候 就会男生喜欢男生 有没有 那男生喜欢男生也不是一种罪 但是假如一个男生 常常受女生伤害的时候 他会觉得喜欢男生 比较有安全感 他就会躲到这个里面去 后来就成瘾了 那这种东西 你只要慢慢有爱跟正确地开导 他可以慢慢走出来 但你脚头去把他孤立 把他定罪 把他一脚踢走的话 有没有 不给他生存空间的话 那他就只好越来越深 那事实上用平常性看待 没什么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赢的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 所谓的特别的嗜好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需要慢慢的 自己要去面对 好吧 好 谢谢你 众理小军 拜拜 拜拜 好我们赶快点把机会给别人 0223756567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要请问陈牧师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路况消息 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70.1公里 过了杨梅收费站的地方 有沙石车跟乡行车在内侧发生了事故 但是现在已经也前往处理了 所以不必担心 080000123等待你的电话 我们来听一下歌 然后接电话 给我 来听一下 爱你无怨无悔 再给我机会 不要让我在心水里 向你深深尝味 再给我机会 天满心中的残缺 你是我永遠的安慰 現在線上有一位江小姐要問這個 我們的來賓問題,江小姐你好 喂江小姐 喂江小姐 由於訊號太弱,所以從信中斷 請稍後再播,謝謝 這個電信局的聲音好好玩 江小姐,你只好再努力打進來了,好不好 這個訊號有點問題,這個也是用大哥大打的 我們再來接電話好了 不卻如我心飛,高峻 張先生要問問問題,但只剩30秒鐘 請問一下,然後我們經過路況中心之後 繼續回來,好不好 來張先生說話 好,那我想請教一下陳牧師 我個人給人家的感覺就好像是老實 那我覺得,嗯,老實 不是,人家都覺得好像很古意 我覺得古意跟老實好像,跟之間好像有一點差異 張先生,我們待會兒,你不要掛齁 嘿嘿 在每一秒裡,都想見到你 愛是不停在期待的心 收聽,盡管讓你擁有好心情 盡管永遠感謝你 天和夜晚安,時間是晚上的12點鐘 目前在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據報在58公里的中里站被跑到這邊 外側車道有自用車發生事故 目前遠景正趕往處理當中 南下在83公里湖口交流道附近 先前的事故,現場目前還在進行脫掉 還沒有排除,也請您當心 豪時巨報在南下186公里 靠近王田交流道前 目前有一起事故發生 火道三天遠景也竟敢往現場 不過從南下的中港交流道開始 一路到了186公里 在王田交流道之前這個路段 目前是車多不好走的 而另外在北上129到123公里 過了苗栗交流道往頭烏路段方向 還有在北上104到100公里 在新竹系統交流道附近 沿線車子仍然比較多 國道3號北日高沿線的行車狀況 目前是一路順暢良好的 再上段方面要提醒您 台二世線南部橫貫公路 在183公里的立道路段 由於發生貪荒 目前將同中站請您 下室朋友能夠配合改道行駛 大視請您請新超平安 今天工作有點瘋狂 明天也為時這麼忙 可是我現在非常愉快 这是我最爱的金光 现在线上那个张先生 刚才还没有跟我们讲完 张先生不好意思 请继续说 你说你人很老实啊 然后呢 不是我给人家感觉就是看起来很古意这样 那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知道 是老实而不是很古意那样 那就是想请教那个陈牧师啊 那往后我是怎样 跟人家人际关系方面 怎样更出 更发展跟那个更恰当这样 我给你讲 因为譬如说 当然第一个东西 别人怎么讲你不重要嘛 当然也很重要啦 但是重要的还是 先是你怎么看你自己比较重要嘛 对啊那是就是因为 别人讲 由别人讲来知道 来确定自己 不要紧啦 你说你故意也好 老实也好 不要紧 我现在跟你讲 比如说 我们小的时候 常常比如说父母 会无形之中 会灌输我们一些东西 跟我们讲一些话 否定我们的 我们自己不知道 有的时候老师讲一些话 同学讲一些话 有没有 那造成我们这种心里面 有一种挫折 或者自卑 或者一种 然后形成我们 我们就慢慢觉得 我们蛮内向的 我们蛮怕跟人家交往 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伸手 你不跟我握手 我再伸一次 你又打我 我第三次我就不伸手了 我说我个性内向 我不善于跟你家交际来往 其实这是不对的 你不是内向 有些东西的是因为 我们已经受伤 无形之中 潜意识里面受伤 甚至有时候 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妈妈说 不要你生出来 讨厌 你爸爸那个肿不好 有没有 那个孩子虽然脑袋里面 没有东西 潜意识都有东西了 他都已经被弃绝了 那这种东西在他身上 就会引发到 他后来到了 他慢慢年纪大的时候 他发现 他一直对自己没有把握 一直想要从别人的眼神中 来看他自己是谁 那这种把握度不够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交际 交际不出去 人际关系扩展不出去 很苦闷 那在这种里面的时候 所以我 那个您贵姓 姓 工厂张 张先生 张先生 我觉得你可能 第一个最重要的 你要先重新建立你的自信心 你觉得你是很棒的 比如说你有照照镜子 虽然你的鼻子不像刘德华 但是你有你鼻子的特性 你要观察你自己有一些特质 蛮极端的 对啊 我有这样试过 蛮自恋的 不是叫你自恋 不是自恋 就是你能够正确的来认定你自己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一定有你美的地方 你一定有你的含蓄的地方 你一定有你的特质 有没有 那你需要 那去找到自己的自信 就能发挥爱自己的心 对对对 你先爱你自己 关心你自己 肯定你自己 我比如说 我讲四个东西给你 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最脆弱的是信任 人跟人的关系 最脆弱的是信任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尊重 那最要花时间的是了解跟认识 最要付代价的是爱 但是人跟人的关系 他的建立 是透过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我们人自己会跟自己讲话 我们人自己里面 自己会反省 自己会跟自己讲话 我们会写日记 你不会看到那个狗会自言自语 可是人会自言自语 我们人自己会跟自己讲话 所以你要在那个里面 你慢慢要了解 我是很棒的 其实不是说故意夸自己 而是你要正确的去认知 去认知你的身体 认知你的感情 认知你的思想 然后从那里面 找出你自己的生命的美 然后再出发 那你跟人的交往 就会有把握 不会患得患失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这个我们听到的这个刘先生 那因为我们现在现场有点混乱 我还要接080-000-123路况电话 所以我会一方面继续开放 022375-6567 请今天这个 这次请务必成爸爸 要一定要 这个 看那么多人都有需要 需要这个问你很多问题 所以你今天 一定要陪我们留到现场一点 好不好 好 齐声一下 哈哈 好 没关系 我会再拿那个 那个 补给品一下 所以我 我们现在听一首歌 然后我们继续接 2375-667的电话 还有 0800-000-123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尽可能简短 让陈牧师今天能够来一次 然后能够服务很多的朋友 好不好 如果有类似的朋友 就近 类似问题的朋友刚才回答过 就尽量不要打进来 如果你有别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正在 遇到人生有困难的地方 你有些瘾不能自拔 甚至你可能有吸毒的问题 你有任何的问题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社会 后期你认为你是边缘人都好 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好不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可以拿出圣经里面比较有力的证据 谢谢 这功夫有行念到无行嘛 对不对 有时候我说武林武术里面最厉害的是罪权 对你权法你刚刚念 但是东西你就融入 融入生活里面你不需要引进据点 你不需要像小学生写作文 说国父说 蒋中正说 谁说 有没有 有一种你的生命的哲学的东西就已经融在里头了 可是 你要我引什么经文 你告诉我哪一类的我就马上引给你吧 比如说像人际关系方面的 人际关系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上帝 其次要爱人如己 对 那譬如说刚才在讲的东西说 你要怎么样能够接纳你自己有没有 那整个新约的精神里面都是告诉我们 上帝对我们是肯定是接纳是爱的 江禅的灯火大不压伤 江禅的灯火大不吹灭 压伤如也他不折断 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 但是我想 不要用太多这类东西有没有 会对别人造成宗教迫害 这样子 但我们觉得就谈生活有没有 很自然的 因为你的信仰的内敛是主观的 但是你的信仰的传递 必须要客观化 那要这样对别人才有一个尊重 OK 好 谢谢你 这个我先讲一下 在这个南下 高速公路南下187公里的内侧地方 有三辆车子发生事故 那么在南下187.5公里的地方的内侧 也有两辆车发生事故 这样子朋友要特别小心 然后从南下183的地方就开始塞了 我想大概是因为事故的关系 080000123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报告路况 也希望你耐心的驾驶 还有我们的call in电话 0223756567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的陈牧师的话 好 我们再听一下音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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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一線 不是一線,有一位先生要跟我們幫盧框 來,你好 你好 請說 在那個豎新路 宋新路哪裡啊? 豎新莊 不不,樹林 樹林的豎新路 豎新路 靠近那個 脫吊廠 脫吊廠 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快到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 湖州橋 靠近那個湖州橋 那個脫吊廠那個地方 就是往新莊的方向有事故 一個騎機車撞到一台轎車 這樣子齁 不然是酒醉還是打瞌睡也就撞到他屁股 然後現在人躺在地上 OK,好 那我們會馬上通知好不好 他沒有放什麼故障標誌什麼 什麼都沒放 開車過去小心一點 OK,好,謝謝你 謝謝,拜拜 好,我們再來接電話 聽一下音樂 有一位這個朋友打電話進來,你好 喂,你好 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詹 好,你有什麼問題快問吧 我要接路況電話了 好,好 我是想問一下陳博士 我是說 因為我是一個退役軍人 是 退役了五年 我是這樣問問看 你對退役軍人這幾年 國家培育 這樣辛苦培育 退役以後 他進入這社會 我在進入這社會以後 因為我發現 遭受到很多的排斥 嘿嘿 我是說 你 針對這個看法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的姐夫也是鄭光幹校 我弟弟也是軍人 我有很多我的這些朋友 我知道 我知道他有他的問題 因為當時候在培養的時候 這個國家的整個大的政策 大的方向事實上在這幾年有轉變 那另外在培養軍人的過程裡頭 那可能他在整個軍事單位裡面 他可以 但是進到這個社會裡頭 有時候他在適應上很難 像我自己的姐夫就是出來 他本來退伍後來出來了 然後一年以後 退伍金都光掉了 又再回去了 那這類的東西都是有 因為他完全是不同的一個機制 不同的一個運作 一種運作程式有沒有 所以有的人出來以後 就不太適應這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退伍下來的軍人比較辛苦 可能你自己要在這一方面 自己要花一點時間 觀察這個社會 因為可能這個社會 跟部隊還是不太一樣 然後在那個裡面 你怎麼樣重新再建立 讓你自己可以適應 一個新的環境 譬如說我自己到美國去 或者我到一些新的國家 去做一些工作的時候有沒有 我自己會比較習慣性的 會去觀察跟聽跟看 然後看看他們整個運作的程序 事實上都不一樣 每個地方都不一樣的 那台灣的整個的 現實社會裡面的競爭 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因為我們必須要讓社會 能夠快速的進步 以爭取我們能夠跟對岸 能夠抗爭的一個籌碼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必須犧牲很多東西 要快速的成長快速的進步 所以這個社會的競爭性很強 所以你要突然之間 要適應進來 非常的不容易 那非常 我就是想問你就是說 我是中正理務學院的 是是是 一個國家培育 辛辛苦苦把你培育四年兩年 有些兩年嘛 是 辛辛苦苦一個科技軍官 他退伍至少四十年以上 對 他都退伍下來了 他所面對這個社會 其實該學都有 只是我們去面對這個 外面社會的老闆之後 你會感覺到 你無法競爭 所以我試問了這個國家培養 真是 他整個 我看是說 整個制度上面都要改 我在這以後 以一個軍事 一個退役軍人來講 我是一個少校隊伍 對 我想這類問題 你包括農民啊 各類我想都會有同樣的關係 但是我想現在 詹先生你最重要是 你要活下來對不對 你要在這個社會生存下來 那我跟你建議 第一個東西 你要生存下來 第一個東西有沒有 就好像一個正三角一樣 你要有一個正三角的發展 那個正三角 那一邊呢 就是你要有一種 呃 內斂的生命力 對自己的肯定把握 對自己的一種那個 第二個東西 你要建立 這個客觀的人氣關係 一個是人脈 一個是你對你自己的把握 你的個性 你的人格有沒有 一個是你的人脈 人脈關係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建立人脈 第三個就是你的專業 那你是理工學員出來 你一定有一些的專業 再加上跟這個社會 融合一下有沒有 長路線 那這三方面 好像一個正三角一樣 你能夠平衡的發展的話 那你自己在這個社會 能夠生存的舞台 就會比較寬廣 這樣子 好 那謝謝你 好 謝謝你 哇這個 這個先生好乾脆喔 好 那麼現在還有一位高先生 要跟我們播報路況 順便問個問題 好 高 欸 高先生怎麼 啊我開錯了 喂高先生 喂 高先生你好請說 是 我現在在北二高 東山高 北上這個123公里 北上123公里 對 一路順暢 一路都順暢 是的 OK好那你有什麼問題 呃我先要住北上的所有的這個聽眾 一路平安 是 然後帶著 其實我不是有問題 我剛剛提問 喂 平常我都是聽金光啦 嘿是 然後其實現在不是有什麼問題 我剛剛聽到有一位太太 嗯 她剛剛打進來 她 蠻有疑問 她的意思就是說 牧師的這個 沒有引經據點 然後來 來開導這個 這個四眾 我是覺得 應該是如牧師所說的 我是想要打進來跟牧師支持一下 謝謝 她的這個 解說 我是蠻贊同的 就是說 她的這個 給一些 打電話進來的一些 有困惑的民眾 滿能夠讓她能夠 用平時化的一種日常生活 能夠讓他們能夠去理解到 這一點我蠻贊成 而不是用膚淺表淺性的 來用一些引經據點的那種東西 我是覺得那 我反而覺得比較 八股 對比較八股一點 是是是 嗯 對就是這樣 高先生你過得很幸福快樂 沒什麼問題 我是沒什麼問題的 就是你繼續幸福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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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謝謝,不要等到別人的時間 好,謝謝你,拜拜 祝大家平安,再見 謝謝 現在呢,我們在縣市 我們現在有兩縣要開放 一縣是080-000-123 京廣免付費付電話 歡迎駕駛朋友給我們提供最新的路況消息 還有一縣是0223756567 我們的call-in專線0223756567 如果你有問題要問我們的陳老師 陳大哥,都歡迎你打電話進來問 但盡可能時間縮短,讓有更多的朋友 我不曉得今天call-in的朋友那麼熱絡 待會兒來聊 請,現在線上有一位任先生要請教一下牧師問題 任先生,你好 啊,因為好,我現在目前在工作但是在跟同事的相處上面 我常常會有一些疑問 是 常常會有一些困擾 我想說就是 在同事之間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競爭嘛 嗯哼 然後我想說 怎樣可以說把人的競爭 這些這個 我想說這應該算是私心吧 孩子在外 然後讓 能夠在工作上面玩起來 就是一個 呃 很快樂的心情在工作 嗯哼 對 你的意思是說 你常常因為人際關係的困擾 的緣故影響到你的工作是不是 對 常常會在那裡想 OK 應該怎麼做調適 好 好 那個 我 我這樣說 呃 譬如說我常常問他們 我說 劉德華的鼻子為什麼 呃 劉德華為什麼長得很漂亮 他們說劉德華鼻子漂亮 因為劉德華漂亮 因為他的鼻子很漂亮 我就問他們 我說劉德華的鼻子為什麼漂亮 那後來他們就有很多回答 那我就開玩笑 我跟他們說 我說劉德華的鼻子漂亮 是因為他長在臉上 他們就笑了 他們說為什麼會這樣說法呢 我說 我說要不然你不相信 你把劉德華鼻子割下來 擺在桌上看看漂不漂亮 所以一個嬰孩 他之所以美麗 是因為他抱在媽媽的懷中 一個人之所以美麗 是因為他被接納 他被肯定 那個 任先生你同意嗎 我 你同意 因為你的信號不太清楚 我想我可以我可以 我繼續講 就是說那個 所以呢 你譬如說今天假如 你的心裏面 你的心裏面存的東西是善的 就是說善人心中所存的善 已經是他的回饋跟報答 惡人心中所存的惡 也已經是他的審判 你聽得懂 那所以呢 今天假如你存著一個善意 去看你周邊的人 譬如說你有旁邊的朋友 有殘障的 有沒人要的 或者有比較弱勢的 有比較被人家氣絕的有沒有 你在這些人你用 另類的眼光 用另外一種方法去看他 去肯定他 那假如你在 每一個人身上 你都看到優點的話 你就活在一種很幸福 跟祥和之氣中 假如你在每一個人身上 你都看到的是垃圾的話 那你就活在垃圾堆中間 所以我常常講這個事情 我說譬如說我們有時候看到有人當賊 我們喊賊 我說喊賊喊得最大聲的 說不定是賊性最重 因為共鳴得厲害 所以因為我們裡面存什麼 我們看人家就會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常常人際關係的破壞 是因為從我們個人的修煉上面有困境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從修煉 我還是提 譬如說我們先試著接納我們自己 原諒我們自己 譬如說有很多人不原諒自己 殘害自己的很多 就是你原諒你自己 你肯定你自己 可能你從小你收到一些訊號 從父母老師 或者你覺得你自己身高不夠 各方面 但是你現在試著肯定你自己 然後你信任你自己 然後你從這樣裡面 你再去看到你周邊的很多人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到很多的優點 那人際關係很愉快的時候 你的工作效率就會很高 那你在那種祥和的氣氛裡面 你的身體也不容易生病 然後你的免疫力系統也會上揚 你的免疫系統也會很好 你的腦所分泌的腦肺 也不會有毒素 那這樣你的身體就會健康 你就會凡事興盛了 喂 這樣我講 明白嗎 明白 我現在想說 看到對方的缺點 是不是 嘿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不是 就是說缺點 事實上是每一個人都有嘛 那個任先生呢 譬如我舉個例子 事實上 譬如說我身上也有缺點 但是我跟著我的缺點走 我就會找得到我的優點 因為 我的缺點 我每一個缺點 都是我的優點的扭曲嘛 所以我們不要怕去面對我們的缺點 所以你只要敢面對你的缺點的話 你就有機會找回你的優點 那你隊員也是一樣這種態度 那不就得了嘛 是 不過他現在訊號太弱 已經斷了 我們現在有一位先生 不跟我們報一下路況 來先生你好 請說 喂 喂 那個 喂 請說 這個 南下往 黃田叫得到之前啊 有兩起 交通事故 連續追撞 這樣子 那個駕駛朋友 小心駕駛 好 大概有幾輛車 你知道嗎 有一個是連續三輛 另外是兩輛 這樣子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拜拜 好 我們這個實在是絡繹不絕 一大堆電話要接 好 那你現在所收聽的是警察廣播電台 每個禮拜天晚上10點鐘到凌晨1點鐘 為13個小時的音樂爆炸節目 我是劉德基 今天現場的貴賓是成功亮老師 成功亮老師 來問你解答 也不能這樣解答 跟你一起分享他的人生經驗 好不好 應該這麼說 開放電話 0223756567 0223756567 我看到很多駕駛朋友在車上 就用這大個大打 這很危險 而且打得很貴 為了要問這個問題 你家裡的朋友可以打進來 不過駕駛朋友如果你有問題 也可以換個人駕駛 或請你旁邊的人幫你問問題 這樣比較不會有危險 那麼我們再來接一下電話 0800123 免費服務電話等你的路況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南下69公里的地方 有兩輛車子停在外車道的地方 而且沒有故障的標誌 還有在彰化的張南路二段的地方 有一輛車子撞到了安全島 不過警察已經前往處理了 所以不用擔心 北上快要到陽梅的地方的外側 有一輛大車沒有尾燈 所以非常的危險 不要撞上去了 還有在南下剛才說的 快要到王田交流道的地方 有兩起追撞事故 請家裡朋友特別的小心 優秀 中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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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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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